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李小璐吧 小编好长时间没扒过他了 说起李小璐他有一个好的艺术家庭 比起一般的明星他可是占了极大的优势 他的爷爷 父亲 母亲都是老演员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也早早地进入了娱乐圈 踏上了演员的道路 1998年 17岁的李小璐凭借汉陈冲合作的天狱一片 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一炮打响了他在演艺道路上的名声 后来片约不断 他接着又拍了都是都是天使惹的祸 奋斗精湛的演技又让他一度走红 他小小年纪可谓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是好多小明星都羡慕不来的 李小璐不仅演技好 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 就这样一副好的牌却被他打低很烂 让自己不断地陷入于论中 让自己的事业 家庭 最爱自己的人毫无遗憾地离开 李小璐拥有了当时所有明星享有的一切 他的事业如日中天 这样一位能干又漂亮的女人当然少不了护花使者 他没结婚前第一位男友是李晨 是他的初恋 李晨还在大腿上刺了一个路字 但是初恋一般都像被诅咒似的不会长久 后来他们就分开了 第二任男友是韩庚 李小璐一直是他背后的女人为他力挺事业 好像还为他打过胎 可是韩庚一直不愿意公开 他们的关系也就分手了 在一次明星聚餐的时候 女主光环爆场的李小璐深深地吸引了贾乃亮 贾乃亮那时候没什么名气 但看到了自己的女神就一定就把他追到手 吃饭的时候一直盯着李小璐看 视线都不舍得离开一秒 就连自己的手机掉到汤锅了他都没发现 那时候的贾乃亮就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是李小璐不是怎么的来电 他优越的家庭让他什么都不缺 就算贾乃亮长得再帅 李小璐觉得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只要是李小璐想要的喜欢的贾乃亮 都会毫不保留地给他 就这样苦苦地追了他两年 在就要放弃的时候李小璐答应了他 可能是他的真情打动李小璐 也可能是他的坚持得到了李小璐家人的认可 他们的感情急速升温 在2012年7月6日注册结婚 婚后的他更是被老公宠上了天 家里的一切家务都不用他做 出去逛街遇到下雨 怕他弄失邪 贾乃亮都会抱着他 这样的好老公去哪找啊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甜心 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但是好景不长 在贾乃亮事业上升阶段李小璐 和嘻哈歌手 发生了夜宿门事件 这一事件让贾乃亮受到了重创 他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公众人物妻子做出这样的事是 他无法接受的 可是他还是喜欢他 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忍了 为了从阴影中走出来 他不断地接工作 让自己可以忙到忘记不开心的事 一个男人做到这种地步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夜宿门事件刚刚平息 又被李宇彤爆出他汗靴之谦私情 这下贾乃亮再也受不了了 他再也无力去维护这段已经支离破碎的婚姻了 他只能默默地走开了 他当初的那份感情已经被李小璐浪费得毫无保留了 也渐渐地丧失了相见时的天真和清澈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好聚好散 也算没有辜负曾经的美好 毕竟曾经深爱过 李小璐曾在吐槽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能毁了自己的名声才算真本事 他做到了 一个好好的家庭也被他毁了 我们只希望以后会为自己而活 不再为任何人去放低自己 只做假奶量 小编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 且行且珍惜 亲爱的网友们给小编一个鼓励的赞北 想和我讨论的可以留言哦 接着方钓 selected 自立场友们给你们交成 优优独播剧场上 感谢观看